这样的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够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大愿 那菩萨呢 是伟大的 从他的发愿 他的修行都是伟大的 那菩萨呢 他是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 所以在经中说 自卫得度 先度他 世故我理出发心 自己未得度 先度他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种精神呢 忘记 未人 这种菩萨的精神呢 他难得的地方呢 是先人后己 把众生摆在前面 后面才想到自己 所以菩萨呢 可以说是世间的光明 也可以说是世间的光明灯 所以菩萨越多的话 什么越多 光明灯越多 世间越光明 所以我们要发愿当什么呢 我们要发愿当菩萨 世间就会越来越光明 那地藏菩萨呢 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地藏菩萨他的发愿呢 他要度化众生 他要度化最难度化的众生 所以他的工作呢 他的对象是 这个最苦的众生 那地藏菩萨救度 堕地狱的众生呢 他如何去救度他 他有几个方式 但是重点呢 应该说 他着重于如何使众生不堕地狱 堕地狱是很可怕的 我们今天呢 也会提到 会堕入地狱的 这个两种极重的恶业 这个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有提到了两类 第一类呢 死一种恶业 第二种呢 叫十二文 那地藏菩萨要如何让众生不堕地狱 其实简单的说 可以归纳成八个字 那八个字呢 尊敬三宝 生性因果 如果你尊敬三宝 你生性因果 一定不会堕入到地狱当中 也不会堕入到三恶道当中 尊敬三宝 恭敬三宝 供养三宝 我们的福报智慧 从三宝中求 这是第一个 恭敬三宝 尊敬三宝 第二个呢 是生性因果 我们如果生性因果 知道造恶因得恶果 我们就不会造作这个恶业的 所以呢 修学地藏法门 它有很多的殊胜功德 那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它有很多的功德 有很多的利益 那在《地藏经》里面 它也提到了很多的因缘果报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好 它提到23种的因缘果报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今天要说明的主要的大纲 第一个呢 是略说 第二个呢 我们解释 地藏王菩萨 或是地藏菩萨 第三个呢 提到了 地藏菩萨在她的过去生 她的本身当中 她的一个事迹 那在她的事迹当中呢 有提到了 地藏菩萨呢 她是一个孝女 她着重在刚才提到的孝道 跟中国儒家的孝道是相结合的 所以地藏法门 她会在中国呢 受到很大的欢迎 跟这个孝道是有关的 在她 在地藏经的 里面的经文呢 她有提到了四类 地藏菩萨在过去生 她的事迹 她在过去生当中 她曾经当过婆罗门女 光木女 她救度母亲 还有大长者子 还有小国王 那大长者子 跟小国王呢 是在她过去生当中 发大愿 那今未来即呢 度化一切众生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在过去生 她就是如是发愿 如是修行 那我们也要学习 呃 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要见弦施起 有为者 亦若是 那地藏菩萨呢 她是救度 地狱的众生 所以呢 我们在第五项这里呢 会跟大家介绍 四类的地狱 总共有十八地狱 还有堕入到最苦的地狱 叫做无间地狱 那这个无间地狱 是一定不可以去的 但是我们造了哪一类的叶 会堕到无间地狱呢 在地藏十轮经里面 她提到两类的集中二叶 她这边分为十一种 分成三类 还有这个十种 叫十二轮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解说的 那地藏菩萨还有地藏经呢 对我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记得我在美国出家之后 回到台湾要受大戒之前 那在一个寺院呢 暂时安住 那刚好是七月 七月呢 一整个月呢 就送这个地藏菩萨本院经 就是送这个地藏经 那我送这部经呢非常的欢喜 因为它里面呢 讲了很多的地狱的情况 也讲了很多的鬼王 那让我们呢 那让我们呢 对这个三二道呢 产生极大的部位 也鞭策自己呢 应该要好好的努力用功 不然的话 地狱门前 深重多 非常的可怕 所以这部经 这位菩萨 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我非常欢喜地藏法门 也非常欢喜 送这部经 我也鼓励大家 多送这部经 那 现今呢 有一些人对这部经呢 也有一些误解 对地藏菩萨呢 也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 有一些人呢 认为说 送这部经呢 在家里面可以送吗 那地藏菩萨呢 他是不是只有管理 这个地狱啊 鬼道啊 这个等一下 我们都会跟大家做解说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略 略为跟大家解说 这个地藏菩萨 还有他的法门 那地藏法门呢 他一直的经典 主要是地藏三经 有三部经 这三部经呢 第一部经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部呢 是詹查善恶业报经 第三部呢 是地藏十轮经 好 刚才提到的这个 多道无间地狱 的两类恶业呢 就是从这个地藏十轮经 里面说明的 那这三部经 我们常常会送到的 经呢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一部经呢 我们说 他也叫做孝经 他也叫做地藏本行经 也叫做地藏本世经 那这部经 为什么叫做孝经呢 因为 这部经呢 他总共有十三品 那第一品呢 就是在说明佛 上升到高利天 为佛母 摩耶夫人 说法 那 这个是表现什么呢 表现佛教的孝道 佛教的孝道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人物当中 来看到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这个佛母呢 摩耶夫人 他往生到高利天以后 释迦摩尼佛呢 到高利天 为母说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刚才提到说 他在过去生当中 救度母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 慕连尊者 慕连尊者呢 也是母亲呢 多道二道 那 他这个 去 救度母亲 那就有这个 7月15的 供佛摘身的 这样的一个法会 好 所以 有人说 我们佛教呢 不注重孝道 其实佛教是最注重孝道的 上从释迦摩尼佛 一直到地藏菩萨 乃至于僧文的弟子 目见灵尊者 都是孝子 那刚才提到说 地藏菩萨呢 是五大菩萨之一 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的特色是大愿 发愿 那这个大愿 发愿在佛典当中 他可以分成 两类 第一个呢 是发总愿 第二个呢 是发别愿 总愿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菩萨呢 都会发的愿 叫做总愿 这个总愿 就叫做 四弘四愿 四弘四愿呢 众生无边四愿都 烦恼无尽四愿段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神 四愿成 这是每一位菩萨呢 都会发的这个愿 这个叫总愿 那别愿呢 不同的菩萨 他会发不同的愿 那地藏菩萨呢 发的愿呢 刚才提到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我这个愿你说大不大 那度尽一切众生 你们会不会发现 我度尽这个教室的同学 我才成佛 包括老师 我也执一 你们会不会发这个愿 我看我们这个愿 都发不出来 还是说 我这个教室里面 有三个我不喜欢的 除掉那三个 我其他的我才要度 地藏菩萨是度尽一切众生 他的本愿 这是别愿 也是别愿 本愿 本愿的意思就是 他的本来初发心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他的本愿就是如此 那个愿呢 有时候我们发愿会不会改变 会改变喔 会改变喔 但是地藏菩萨的本愿 他的本愿呢 就要度尽一切众生 所以呢 这个地藏菩萨的愿呢 他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大悲禅提愿 禅提呢是没有办法成佛 没有办法成佛有两类 第一类呢 第一类呢 是 没有善根 一点善根都没有 没有办法成佛 他一场地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悲愿 他的悲心 所以地藏菩萨呢 他有大愿 其实在大愿当中 你可以 体悟感受 他也有大悲 他对众生的这个慈悲 是寒挂一切众生 而且是最苦的众生 他越要去救度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最难的 现在如果有工作让你挑 你会挑简单的还是难的 简单的 如果说有众生呢 有比较容易度化跟比较难度化的 你要挑比较容易度化还是比较难度化的 我们今天学了地藏法门 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一样 度最难度的众生 做最难做的工作 这才是地藏菩萨的一个精神 他的本愿呢 他的本愿 第一不空实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那 他也可以说是 沙婆三圣之一 就是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 沙婆世界 沙婆世界呢 是净土还是会土 会土 注意哦 请问一下你往生之后要往生净土还是会土 地藏菩萨呢 他生生世世要在会土 度化众生 所以呢 他学 他学谁 他学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在哪里成佛 大众生在会土成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献清净的出家相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说 但是 这是出家相 另外呢 地藏菩萨这边讲到 他是沙婆三圣之一 他在沙婆世界跟众生有缘 那 释迦摩尼佛呢 灭度之后 灭盘之后 他是什么呢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植物代理人 也就是说 释迦佛灭度之后呢 他把度化众生交代给谁 交代给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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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释迦摩尼佛灭盘之后 弥勒佛未成佛之前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把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交付于谁 就是交付于这个地藏菩萨 看起来 地藏菩萨是 是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菩萨 应该是嘛 不然释迦摩尼佛怎么会交付给他 释迦摩尼佛没有把 把这样重责大任交给其他的 其他人 好 这是在大圣佛典里面提到的 那另外呢 地藏菩萨呢 他也硬化在哪里呢 硬化在中国安徽的九华山 那这个九华山本来呢 叫做九子山 那相传呢 在唐朝 著名的诗人李白呢 他去这个九子山 但是看到那个九个山峰呢 如花 如花 所以呢 后来呢 就 名为 因为如花嘛 九华山 后来就名为九华山 那 那 为什么 这个地藏菩萨会硬化在 中国的九华山呢 那 相传呢 这个唐代的时候呢 中国佛教非常的兴盛 当时韩国 现今的韩国呢 他分为三个国家 就是辛罗 高丽巨 还有白济 那 呃 这三个国家当中的辛罗 这个国家呢 有一个王子 发心出家 那他就叫做地藏比丘 那他姓金名巧诀 相传呢 他叫金巧诀 他从 这个韩国的这个辛罗 这个国家呢 他就到中国 参学 就到哪里参学呢 就是到南中国的这个九华山这边 参学 修行苦修 后来呢 被人发现 好 那他非常的有修行 那大家就想说要为他修建寺院 那当时的九华山的那个山主呢 叫做敏公 那大家呢 就去跟敏公呢 这个化园 这个土地 那这个敏公呢 他也知道 这个地藏比丘呢 非常的精进修行佛法 他也非常欢喜的 想要供养这个土地 那他就问 这个地藏比丘 你要多少土地啊 地藏菩萨回答 地藏比丘回答 他说 一加沙地所覆盖就可以了 那敏公呢 他想说 一加沙地那就不大嘛 好 那地藏菩萨呢 就以神通力 用夹沙呢 就把那个九华山呢 就整个把他 披盖起来 那 这个敏公呢 也很欢喜的 就把九华山 供养给 这个地藏比丘 那敏公 他也是 这个 地藏 比丘的一个副法 好 后来这个敏公 他的儿子呢 也跟着 地藏比丘呢 出家 他叫做道明法师 那所以呢 敏公 还有道明法师呢 有时候呢 在那个 佛像当中呢 他会当他的邪士 就是左右两边的一个邪士 好 这个是 地藏比丘 金桥爵 他来 中国的安徽九华山修行 好 然后他听说呢 这个寿命非常长 到 这个 九十九岁 才 原籍 好 那大家认为呢 这一位 地藏比丘呢 就是地藏菩萨 来中国印画的 那在七月三十 这一天呢 他也会举行 这个地藏的法会 好 这是我们约列的说明 地藏菩萨呢 他的 一些特色 等等 那接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地藏 菩萨 地藏王菩萨 他的名称 那这个地呢 他这边有七个意思 地呢 是大地的意思 我们如果说看 这个地藏菩萨的地藏呢 在 经里面他这么说 安忍不动 有如大地 建律 深密 有如秘藏 那秘藏呢 就是秘密 倉库当中 有很多丰富的宝藏 那这个地藏菩萨呢 他像大地一样 大地呢 有很多殊胜的功德 我们看他有什么殊胜的功德 第一个地呢 他有七个意思 第一个呢是能生 地藏菩萨的地 他说大地能生一切万物 譬喻菩萨 能生一切的善法 那就很殊胜了 所以我们依止疑 地藏菩萨修学呢 这菩萨能生一切善法 第二个呢能生 大地能含色一切的万物 他譬喻什么呢 菩萨能含色一切善法 于菩萨的心中 他能含色一切善法 第三个呢能宰 能宰呢是什么呢 大地能负宰一切而安住 大地呢能负宰一切 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房子 房子呢 是不是能负宰一切 太重会垮掉 大地呢能负宰一切而安住 那菩萨呢 他能够负宰一切的众生 由生死的此岸 到达解脱的彼岸 那这个地呢 他又有能藏的意思 大地能含藏真矿植物等等 那辟喻呢 那辟喻呢 菩萨能含藏一切解脱妙法 所以他这边呢 用大地来辟喻 地藏菩萨的无量殊胜功德 那第五个呢能耻 来说明这个地 大地能认识万物生长 辟喻什么呢 菩萨能总持一切妙法 菩萨呢 能把一切妙法呢 能够总持 总摄一切妙法 第六呢 是能依大地能为万物所依 辟喻菩萨呢 能为众生所依 我们孕育于地藏菩萨 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福报智慧真相 能够亲近这位菩萨呢 我们会不会讲到一些功德 讲到一些利益 非常的殊胜 那第七个呢 是兼劳不动 大地兼实不可移动 辟喻菩萨的菩提妙心 尖乳金刚不可移动 菩萨的这种菩提妙心 他的菩提心 他的菩提心 他的大愿 他的度化众生的悲愿 要度尽一切众生的悲愿 如大地一样不可移动 这是解释到地 第二个呢 解释到藏 这个藏呢 宝藏 密藏 库藏 福藏 他有这大概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密藏 那宝藏呢 一般都是很秘密的嘛 那地藏菩萨他寒色的秘藏 宝藏 你看安忍不动 净律生密 犹如密藏 这个密藏呢 他说地藏菩萨 具如来三德的密藏 三种殊胜功德 法生德 波罗德跟解脱德 法生 五分法生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他的 这个 无上的波罗波罗密 还有解脱德 地藏菩萨的藏 他寒色了 如来的三德密藏 第二个呢 是库藏 欲地藏菩萨 如库中 常有 金银财宝可 广力众生 地藏菩萨呢 他有无量的 保障 他有这个无量的殊胜功德 有这个戒定会 六度四色的无量功德 就像我们仓库当中 有这个保障 有无量的保障 这保障呢 是什么呢 是可以让我们去向于解脱的 这法门 第三个是福藏 辟于地藏菩萨呢 能开发众生隐福的保障 我们众生隐福的福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 我们即使呢 有这个 成佛的这种可能性 那这个地藏的藏呢 第三个福藏呢 它是 地藏菩萨呢 他能够去开发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善根 好 这个题 这个是在说明 地藏 菩萨的地藏 那在 地藏十轮经里面 经里面 他有提到说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他的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悲愿呢 他是不会被动摇的 犹如大地一样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 他的大愿 犹如大地 他不可移动 那禁律生命 犹如秘藏 他有圣身的 这个定慧 指观 他有无量的宝藏 这个叫藏 这是似地藏的名称 所以故名地藏 那我们 有时候呢 会把地藏菩萨呢 也把它称作地藏王菩萨 你看 你看其他的菩萨 有没有 有没有加一个王子 没有嘛 有没有 文殊菩萨 有没有文殊王菩萨 没有 有没有 弥勒菩萨 有没有弥勒王菩萨 没有 那这个王呢 如果依经说呢 只有讲到地藏菩萨 那或许呢 这个地藏菩萨 他是心罗的王子 心罗的王子 所以故家王仪尊称 不过 地藏菩萨呢 他加上这个王呢 我也觉得 蛮适合的 为什么 你看他的那个悲怨 那个大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一种大怨 适不适合称王 称作这个王 这个 是非常的 这愿力非常的一个大 好 这是提到了 解释他的地藏 他的名字 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 地藏菩萨他的过去生的事迹 大家要注意哦 菩萨呢 他在过去生 到底做了什么事 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那如果有人问你说 請问一下你过去 有没有做了什么好事 想了好久 想不出 一件 连半件都想不出来 那你就要注意了 好 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法师呢 会去为这个王者开示 那为王者开示 我们都会问说 请问一下这个王者 过去生有没有做什么 利益众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 在开示当中赞叹他嘛 然后呢 让他生起这个善心嘛 那家属想了老半天 想不出来 或是勉强挤出一点小小的小善 我们来看地藏菩萨 他的过去生当中 在地藏经里面 大概有这四个 第一个呢 他曾经呢 他是一个婆罗门女 过去生是婆罗门女 那他在过去佛 追尊佛叫绝华定自在 往如来 相法之中 那佛出现呢 他基本上呢 会有正法 相法 还有末法 那正法呢 就是有经典 有修行的人 有正果 相法呢 就是有前面两个 那末法呢 就是只剩下经典 大概可以这样子分类 那在这尊佛相法的时候呢 地藏菩萨是婆罗门女 她的母亲叫月地利 不信三宝 休息邪道 死后堕入无间地狱 那这个婆罗门女呢 她是一个孝女 那后来呢 她就去请问 如何救度她的母亲 后来呢 她就怎么样呢 为母布施供养三宝 那她就 她就把她的母亲 离地狱之苦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救母 那这个呢 跟孝道是有关的 第二个呢 是在地藏经里面讲到的 第二位人物呢 在地藏菩萨 过去生是一个孝女 她叫做光木 就是光木女 那她是在 哪尊佛呢 在过去佛呢 在过去佛亲近 莲华目如来 一样是相达之中 那她的寺缘呢 就是她的母亲 喜欢吃这个鱼子 就是类似乌鱼子啊 那沙森叶急中 死后堕入地狱 这两位呢 看起来 这个 这个 两个母亲 都是还蛮匪类的 这个 女儿呢 很孝顺 她这个母亲呢 造了很多恶业 那在 清静莲华目如来 她的母亲是这样 那 因为 这个光木女呢 她知道说 母亲死后 一定会堕入地狱 后来呢 她一样的 为母亲布施供养三宝 就把母亲 一样是离地狱之苦 这两个 本身故事 过去生的事迹 说明 地藏菩萨呢 是一个孝女 这样的一个孝道 跟中国人特众的孝道呢 这样的一个圣宗追远的精神呢 是跟中国的孝道是相对的 相结合的 那第三个本身故事呢 跟第四个本身故事 都跟她的本愿有关 就是她为什么会发这个大愿 那第三个是她在过去生当中 是一个大长者子 大长者 那我们说大长者 譬如说谁是大长者 己孤独长者是大长者 就是她在社会上呢 不论是财富啦 地位啦 各方面呢 都是很有名望的人 这个叫做长者 她是一个大长者子 如果以现在的语言 叫做富二代啦 那她是大长者子 那遇到的佛呢 她遇到哪一尊佛 师子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 或是叫具足万恨如来 那她的誓言是这样 她问佛 她看到佛呢 三十二相 非常的殊胜 这个外相非常的好 她说 请问佛啊 你是修何行 发何愿 得此相好 这尊佛呢 就告诉她 她说好 我是发愿呢 度一切的众生 令一切众生 成就佛道 这时候 地藏菩萨呢 她想说 她也要跟佛一样 相好状怨 所以呢 她发愿 什么 敬畏来记 令一切苦恼众生 一切哦 一切的苦恼众生 解脱 方成佛道 所有的众生 解脱了 我才成佛 好 这是第三个 她的 过去生的本生事迹 第四个 是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提到的 地藏菩萨在过去生 是一个小国王 哦 那 这个小国王呢 她的灵国 也是一个小国王 所以两个国王呢 她们发愿同行慈善 同样的去利益众生 那 她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哦 她们的发愿不一样 第一个国王 就是她灵国的国王呢 她发愿赶快成就佛道 赶快成就佛道呢 再来度化众生 那这个国王就是谁 一切自成就如来 就是这个 一切自成就如来 第二个小国王 她发愿 第一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这一位 是 这一位是谁 这一位是地藏菩萨 所以第一位呢 她发愿的已经 已经怎么样 已经成佛了 第二位小国王呢 发愿的 就是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到底是 菩萨呢 还是佛呢 在经中有提到说 地藏菩萨呢 其实呢 她已经成就了 无量的功德 已经成就了 无量阿扭多了 三秒三菩提的 这样的无量功德 好 这是在 地藏菩萨本愿经 里面提到 地藏菩萨在她的过去生当中 四个 她的事迹 那这个事迹呢 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属于孝道的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她的本愿 就是她的本愿 我觉得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发愿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要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三支量是什么呢 性 愿 行 那个发愿呢 你的愿力有多大 你的实践力 就会越深广 所以我们既然 所以我们既然要发愿 我们既然要发愿 要发小愿 还是要发中愿 还是要发大愿 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一样发大愿 当你的愿大 你的心量就大 你的实践力就强 你的度化众生就广 我们一般 学习佛法呢 一开始都是小鼻子 小眼睛 容不下一个人 容不下一粒沙 度尽 一切众生 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 可能就有好几个人 我们都不喜欢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要度尽一切众生 除了我三个我不喜欢的 这三个我一定不要度 会不会这样 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 发这个大愿 度尽一切苦难的众生 好 那接下来呢 地藏菩萨呢 我们就要讲到了这个法会 这法会呢 我们讲到七月的法会 七月呢 这个月呢 在佛教呢 是一个吉祥月 是一个欢喜月 是一个教肖月 是一个孝亲月 但是民间信仰呢 我们说七月是什么呢 是鬼月 那七月不能买房子 买的是鬼屋 那七月呢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不能买房子啊 等等 其实七月在佛教呢 是一个好的月份 那在七月呢 它基本上会有三个法会 第一个呢是余兰盆法会 在七月十五 那这个是一个公佛摘身的法会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牧连尊者 他的母亲 他造了很多的恶业 多道恶鬼道 那牧劍连呢 他是神通第一 他用他的波呢 装了很多的东西 用神通力送到地 地狱 给这个恶鬼的这个母亲 但母亲呢 因为他在恶鬼道当中 赐不到 后来呢 佛呢 就为这个牧连尊者呢 讲灾身 的这样的一个法门 所以我们七月十五呢 会有一个余兰盆法会 余兰盆 它的意思呢 是救导玄的意思 就是说 恶鬼众生呢 他是非常的苦 就像我们把他导玄 如果把你导玄 你会不会很苦 会很苦 所以这个法会呢 就是 这个救度 这个 恶鬼 那第二个呢 是地藏法会 在七月三十 有时候是 没有三十的话 就二九 那这是 纪念地藏菩萨 硬化在中国 这个跟地藏菩萨 是有关的 那第三个呢 是余且宴口法会 就是 救度 地狱恶鬼的 余且宴口法门 这个跟阿难尊哲 这个有关 阿难尊哲呢 有一次 有一次在 这个阿难 阿难若修病嘛 那后来碰到一个恶鬼 后来告诉他说 你 你几天之后 你也会成为恶鬼 那阿难尊哲 他就 很害怕 去侵蚀 这个佛陀 那后来呢 就讲了这个余口 余且宴口的法会 那这个都是在七月呢 会有的一个法会 那七月十五呢 我们是余兰盆法会 那民间是什么呢 民间是中原普渡 他跟我们不太一样 好 那 那 呃 接下来呢 我们讲到 救度地狱众生 因为 地藏菩萨呢 他发愿要救度 最苦的众生 那最苦的众生在哪里 在地狱 地狱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 呃 呃 就是地狱 还有无间地狱 好 那这两类呢 呃 呃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呃 呃 我们这边 提到了四类地狱 还有无间地狱 呃 那多无间地狱的两种集中的恶业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四类的地狱 四类的地狱总共有18个 18地狱好就是 八八一一十六 加两个就是 18个 好 那第一个呢 是八大地狱 八大地狱呢 也可以说他比较偏重在热 热的部分 非常的热 好 八热地狱八大地狱 他在 在我们的地下 我们的地心 我们的地心很热嘛 第二个是八寒地狱 好 他大概是在南北极 他非常的冷 还有油真地狱 还有孤独地狱 孤独地狱呢 是在深山海岛 旷野森林当中 那第三个是油真地狱 油真地狱呢 他是在 这一样是在地下 这油真地狱 其实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热地狱的流泪 就是这个八个地狱 所以他也叫做 禁边地狱 禁于 这个八大地狱 那 这个油真呢 他有十六个油真 那 因为这个八大地狱呢 也可以说八大地狱的每一个地狱 他有四个门 那四个门呢 又各有四个地狱 四个门又 一个地狱有四个门 四个门又有四个地狱 那就有几个人呢 四四就有几个 十六个 一个大地狱 一个大地狱呢 他有四个门 那四个门又各有四个地狱 这四个地狱呢 是什么呢 唐威真 私奋真 丰润真 裂合真 这个都是很苦的 四乘四就是十六 所以他 这个油真地狱呢 也叫做十六油真 那十六呢 再乘于八 那就更多了 好 好 这是讲到四种地狱 四类的地狱 总共有十八 十八个 那这个细项的部分呢 以后如果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做介绍 我们在送那个地藏经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送到很多地狱 有没有送到很多那个鬼王 我很喜欢送到那个部分 我为什么会很喜欢呢 不是很喜欢地狱很喜欢鬼王 而是说你送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警惕自己啊 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啊 是吗 所以呢 我自己也很喜欢送这部经 我也鼓励大家送这部经 尤其喜欢做恶业的 喜欢造恶业的 去送这部经 他看一看他会毛骨悚然 这部经呢 他着重因果的说明 所以后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呢 有二十三种因果 他会你造了什么恶业 会得到什么果报 哦 这非常好 因为南沿浮提众生怎么样 刚强 南条 南浮啊 南条南浮的人 你就去看 叫他去看那个果报 以后的果报就是这样 在三二道当中 在地狱当中 好 在地狱当中呢 有这些鬼王会陪着你 你不会寂寞 好 有这些刑具呢 会侍候你 好 所以呢 我们也要了解地狱 还有呢 堕无间地狱 这个在 《地藏十轮经》 就是在 这部经里面 《地藏三经》里面提到的 地狱已经很苦了 无间地狱呢 就是那个苦是没有间断的 造十一种的 二叶跟十二轮 这两类 集中二叶 会让你堕到无间地狱去 我们看一下 这些叶都不要造 第一个呢 是十一种二叶 三类 五无间缀 五无间缀 我们常常看到 杀父沙姆 杀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深血 杀父沙姆 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 现在越来越多 他如果有佛法的正见 他就不会去造五无间业 所以 学习佛法呢 是世间最殊胜的一件事情 自己要学习佛法 你自己学习佛法 你才会让你的 小孩子 跟着你学习佛法 所以呢 有些父母呢 即使自己也没做好 你看看 佛罗门女的他的母亲 还有谁 光幕里的母亲 你们这些做母亲的 有时候要自我检讨啊 当然也有母亲很精进学佛的 这个学佛是不分母亲跟小孩 儿子女儿不分的 好 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现在呢 可能这个胜者也很少 要杀到阿罗汉可能也不太容易 破合合身 破合合身要把那个两个身团 把它破合合 这个也不容易 出佛生血佛也不在 那四根本罪 这就有可能 四根本罪就是我们五戒当中的 杀到淫妄 里面的击重的杀到淫妄的重罪 比如说杀呢 把人杀死 好 那这个呢 就击重罪 或是大妄语 好 这是四根本罪 好 五个加四个就几个了 九个了 这十一种恶业 分三类 五无间罪 四根本罪 还有棒正法 诽谤正法 这个要特别注意 这个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我们会批评佛法 有时候我们会批一下北传的 批一下南传的 批一下藏传的 好像我们 好像感觉自己是谁 看起来 你如果看他在讲 看起来好像他是佛一样 注意有时候你会棒到什么呢 正法 还有第二个呢 第三类的第二个是宜三宝 宜三宝呢就是 怀疑佛法身 佛是解脱的人吗 法真的可以解脱吗 这些出家生呢 他透过修行真的可以去向你解脱吗 怀疑三宝 这一些呢 你产生怀就是邪剑 击重的邪剑呢 就会让你堕到五间地狱去 好 不幸三宝 好 这是十一种恶业 好 三大类 会让我们堕到五间地狱 第二个呢是十二轮 好 那个轮呢 是轮子一样 但是不好的轮子会碾压 拧压我们的善业 十个二轮是不好的 那第一个呢是邦阿兰若 就是他在阿兰若修行的修定的 那 出家中呢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就修子观 这是第一类就是在阿兰若修子观 第二个呢就是 研究尖教的 第三个呢就是半世生 这三类 那真正断烦恼是 在阿兰若修学子观的 你去邦阿兰若的修行人 这个是极重的恶业 那 接下来呢 邦于别圣 大家注意了 我们说 圣者有三圣 身文、圆觉、菩萨 你可能是修身文圣 你可能是修圆觉圣 你可能是修菩萨圣 那如果你修身文圣的人 傍修独绝圣跟菩萨圣 尤其 尤其呢是南传的 南传的修行者 常常诽谤菩萨圣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是不无间地狱的众业 这个在地藏十轮经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我奉劝 你修行哪一个法门都好 不要去诽谤其他的修行者 好 这个修身文圣呢 棒 修独绝圣跟菩萨圣 修独绝圣的呢 棒 另外两个 身文圣跟菩萨圣 注意了 修大圣的 修菩萨圣的 棒怎么呢 修 身文圣跟独绝圣 你觉得自己修大圣 我大你怎么样 你小 那这个呢 是棒于别圣 这是十二轮 刚才提到的 这边一个 这边三个就四个了 第五个呢 是称害比丘 害呢 就是老害 称害有学 有德 有修行的比丘 就是说他好好在修行 那我们称老他 去迫害他 那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为什么有呢 其实在寺院里面 有一些事愿是这样 居士 居士勾结一些 这个没有修行的比丘 逼迫有修行的比丘 他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称害有学 有德 有修行的比丘 这个也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 堕无间地狱 还有什么呢 称害破戒比丘 你刚才提到说 我们不要称害 有德 有学 有修行的比丘 那破戒的比丘 为什么不能称害他呢 这个呢 我们如果看到那个泰国 泰国的比丘呢 他只要穿着那个身服 那基本上呢 他的判罪呢 是在那个寺院 那寺院呢 这个 会针对他犯戒的部分 给他予以处罚 所以 这不论是我们碰到 有修行的 或是没有修行的 有持戒或破戒的呢 我们都不要去称害他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在地藏十论经里面提到的 还有呢 第七个呢 是清夺清净生物 回于破戒比丘 这个也是跟刚才所提到的 是一样 有些居士呢 他把那个 清净的三宝物呢 把他夺取 然后呢 给他比较要好的破戒比丘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八个呢 毁坏法师 那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在据色论里面 他有提到说 供养两类人可以得到大福报 我们现在是 那个 恶业嘛 得到恶报 我们说善报 最大的善报 供养两类人得到大福报 第一类呢 就是圣者 那就是解脱的圣者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非圣者 非圣者有五类 大家注意了 供养五种人得到 父母 两个 因为他是 掌你的身身 身体 那第三个呢 是生病的人 掌养你的慈悲 还有说法的法师 掌养你的法身 父母是掌养你的身身 说法的法师是掌养你的法身 所以你去诽谤这个法师 说法的法师呢 夜报非常的大 好 你去供养说法的法师 功德出胜 你去诽谤他 他 堕五间地狱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谈论 去诽谤三宝 这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常常造作了 堕到地狱的罪 造作堕入五间地狱的罪 好 好 那第九个呢 是轻夺生物 轻夺生物 现在 也可以看到有些寺院 本来是出家众住持 后来呢 变成在家众 出家众呢 被扫地出门 轻夺生物 你占据了寺院的财产 我告诉你 赶快归还给寺院 因为为什么 轻夺生物呢 你的罪 不是地狱 前面再加一个五间 叫五间地狱 第十个呢 毁士族生 是破坏寺院的 把寺院破坏掉 然后驱逐生人 把寺院 出家众的赶走 这个也是 堕无间地狱的罪 好 我们第五项呢 因为 地藏菩萨呢 他是要救度地狱的众生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不要给谁添麻烦 我们不要给地藏菩萨添麻烦 因为地藏菩萨很忙 为什么地藏菩萨很忙 因为很多人堕到哪里去 地狱去 堕到无间地狱去 好 我们是学佛的人 不要给地藏菩萨添麻烦 好 我们要护持地藏菩萨 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 去广力众生 好 我们这一节呢 就暂时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慈悲愿行 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 护持画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